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又來到高晉論壇的時候 主要是3月10日沙田日賽 有隻馬,忘記了馬名的 不要緊,是朗日雪峰的 又是高晉馬業引入的 你好,馬田,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隻馬其實都是背後小故事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時大家可能覺得 你按幾個WhatsApp就搞定這隻馬 其實有時候的故事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隻很可笑的 本身有個馬主很著名的 有個系列的 現在的馬都在某華人大馬房 然後本來是跟我的拍檔談好了 那晚在一個很開心的地方談好了 夜晚很開心的地方談好了 第二天,然後大家去找我的拍檔 之前跟Elon Lee合作過 經驗不是那麼好,我還是不要了 好了,不要緊,口頭承諾都不會承認的 最後那隻馬就剪主間 到現在這個馬主手上了 這位馬主之前都跟他們 夾國健飛勝那些馬的 現在他第一次自己養馬 他說我相信你了,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現在那邊大家都看到 那個市集都有一些細頭的 不過這隻馬呢,都講一講 那個背景 他武士那邊是很長的 2400、2500 那倒閉來講呢 其實看他現在伸場 他翻舖真的不快 我覺得絕對不是1200馬來的 但是絕對是一個質素的馬來的 那這次跑1200 不要預期看到他一出閘在前面走的了 我預期他都在很後的了 那在很後之餘 在直路那裡 在最後終點在哪個位置出現呢 他一定有著追勁的了 追多少呢 就真的跑完才知道了 所以文鑊 就不是很好的對象 不過看看他追到多少 如果這隻馬就看血統 我們馬會那些也有了 那些資料 武器是可以去到很長 那估計他試襲有些基本走勢 可能但是都要千錄起跳那些馬呢 如果這次都有表現 就有時間追 不過我想問多一件事 這隻馬 譬如說 一般引入南半球馬的門路就多 上網容易找資料 這隻馬因為是北半球馬 你們是怎樣找回來的呢 這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其實原本都是擁有的 都是一些本地的香港人 接著就有一些事件 他覺得都想放手 其實這隻馬很有趣 是法國出生 是在愛爾蘭長大的 可能都習慣了飄破四周 然後這隻馬 後來 因為現在四歲了 那隻馬 去年尾到 再不來香港的話 就過過稅數了 所以價錢 因為都快要轉稅數了 都可以較為相宜 這樣拿回來 我相信應該是這個富系 名貴房車底下 都算便宜的 一隻隻馬 那你問我歐洲 其實我們沒有試集的 歐洲 現在有 有些信不過的 沒有信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古摩 去試集 它有 自己和自己指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些現在去學了澳洲試集 我以前有的 不過真的信不過 接著就可能是 for sale 所以做過試集 我們怎樣做呢 可以在愛爾蘭 英國全部 那些雙屬的 叫他幫我們上去騎 當然要付錢 他那些人 被騎 上個圈回來 告訴我們 隻馬是什麼 質素感覺如何 多數是怎樣呢 他們會 開始第一個圈 可能熱身 後面那些就加力 看看怎樣 他那時候給我們的 feedback 就是說 就是馬 越跑越有的 一開始不快 但是越跑越有 他跟我說 你遇到長 我說長到怎樣 你不跟我說3千2 我說 你不跟我說3千2 2千至2千4 我說 2千好沒有 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推薦給馬主 所以由頭到尾 都不是一隻千二馬 但是有時候 四班的東西 質素搭夠 看看會不會可以 但是 真的不是一個 不要想著一出即盛 什麼什麼 今次坐身了 下次沒有下次 不是這隻 好啊 多謝了Dr. Lee 詳盡的解釋 那我又補一句 用這個騎士 湯普辛 大家都未必會寄望 他一出即盛 多謝了Dr. Lee 對這隻 是朗日說風 詳細的解說 好似我們明晚都會繼續有高進論壇 是嗎 是啊 有一個特別的訪問 明晚先告訴大家 好嗎 好啊 那我們就密切留意 多謝大家收看這一節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 拜拜